1 2 3 校园幸福列车 成立三年多的校园幸福列车 2021年10月22号 在列车长翁荣辉的率领之下 把第65、66车次的列车 开进嘉义县阿里三乡偏远的茶山国小跟三本国小 列车长讲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一发加菜筋 让同学们品尝美味的章鱼烧 同学们跟老师都说 他们住在高山上常吃山珍 却很少吃到海味 所以浓郁酥脆的章鱼烧 让大家都感到十分幸福 他们在山上很少吃到这个 很少很少 他们都只要他们要下去三下才有这个 觉得这样子的幸福 我们真的是感觉到很感恩 也真的很谢谢我们的翁先生 这个创办人 把这样的幸福列车开进我们茶山国小 谢谢 校园幸福列车长翁荣辉 在云家地区承包挖土机工程 事业有成之后 翁荣辉回馈在地 到处行善 散播爱心 这次他跟云林县水林乡民众服务分社理事长林大峰 嘉义县一族乡投足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荣立 嘉义县田园工厂创新协会总干事许正县 等多名热心公益人士 把幸福列车开到偏乡学校 当地的摊商小吃也一起加入 提供幸福的小点心 一起感受幸福的滋味 茶商国小跟三美国小都颁发感谢状给列车长翁荣辉 谢谢 开两班就要够站 好小朋友起立 我们有一首歌要唱给翁伯伯听 虽然路途很遥远 但是非常高兴能够到我们茶商国小来这边 跟各位小朋友见面 结好的善言 我们幸福列车 原则上都是像偏远学校 因为偏远学校的资源比较少 比较希望社会人士多多来关心 幸福列车从2018年到现在已经有66场活动 这一次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 才来到了偏乡 全校师生 还以周祖的歌舞表示感谢 茶商国小校长郑佩倩 三美国小校长洪荣正都表示 偏乡小学资源比较少 很感谢幸福列车提供温暖 带给小孩子感恩跟祈福 希望这份爱心 能够传到全台湾各个角落 记者吴瑞欣 陈文旭嘉义报道 仍我们来 changing answers 能够传到出色之后 能够传到这次anknt coastal 跟 perman